本来前两天就打算回来婆婆家过年的 因为前两天湖南这边是因为雪下的比较大 雪灾嘛 路上比较滑 所以呢我们就延迟到了今天29 前面几天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雪 导致很多朋友都堵在了路上 堵了好几天的时间 昨天到今天没有下雪了 我们就想着路上应该会很通畅 应该不会堵了 谁知道还没有出长沙 就整整开了4个小时 一会开一会停 一会开一会停 导致我晕车特别难受 本来想着去服务区休息一会儿 但是可能是因为下雪的原因 有好几个服务区已经停掉了 后来开了5个多小时 终于到服务区了 没有想到车这么多 烟还挺多的 可能也是因为前几天连续下雪的原因 导致很多人今天才回家的 在服务区休息好之后 吃点东西才感觉整个人活过来了 上面那一段塞车比较严重 到后面这一段基本上不塞车了 就比较通畅 我们现在已经快要进村了 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就到家了 前面几天这边下雪真的是不亚于北方 已经一个星期了 这边的雪还是特别的厚 来了这么些年 好像今年的雪下的是最大的 今天是年29 所以是这边的赶场日 这边有一点堵车 终于到了终于到了 终于到婆婆家了 平时300多公里 开了两三个小时 但今天开了七八个小时 回来第一时间 我一般都是先把行李清理好 每次我回来的前两天 婆婆就会把楼上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包括我的房间 每一次回来都一样 没有说腊下过一次 我基本上不用自己铺被子 也不用洗被子 这个是我家宅的枕头 每一次她回来她必须要戴上 要不然她晚上睡不着觉会闹 回到家里面感到特别的温暖 坐在长时间的车都值得 这个是我婆婆专门给我做的腊肉 只要我喜欢吃的 我婆婆基本上就会给我安排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 婆婆等我开饭了 拜拜